一次意外得到穿越的能力 无限穿越回到过去 能否改变命运 救回自己的心上人呢 武道是个废宅青年 生活穷困潦倒 用发霉的面包填饱肚子 突然看到新闻 自己的前女友 也是唯一交过的女友局日相 和其弟弟局职人意外死亡 警方初步判断 是和近期猖獗的黑帮东京万会有牵连 入神看着手机的武道 被老板逮个正正 数若武道不要在上班时间玩手机 还不如去做个大保健 这么大的人了还没开包 连女同事都无情地嘲笑他 面对老板的侮辱 武道也只是连连道歉 在月台等待地铁的武道 还在自我安慰 回想着自己也是曾经有过女朋友的人 虽然只有一个 突然有人一把将武道推下月台 面对急驰而来的列车 武道向后遇到 他穿越回到十年前 同学相继出现 武道还以为这是自己临死之前 大脑回忆的闪现 连自己的手机都是翻盖的 到现在自己都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朋友们都不以为然 作为不良少年 现在就是要去打架 到了涉谷的学校 自己还很嚣张调侃路上的学生 直到对方的人到了才发现 都是比自己高年级的不良少年 几人马上就怂了 本来还想打电话叫人过来 结果发现朋友已经被别人收服了 武道看着轻将 想起之前就是因为打了这一架 输了之后自己就一直被人欺负 自己就提前退学 和女友不告而别 早早地踏入了社会 什么事都做不好 一事无成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只能连连道歉 都是因为这个叫轻将的人 但是自己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一次又输了 武道走在路上埋怨着 明明自己已经被地铁撞了 为什么还要回到自己失败的地方重来一次 此时想起了自己唯一教过的女友日向 想再见他一面 在女友面前想起 十年之后他还是死于非命 觉得自己没用 没有能够保护他 可是菊却说就算十年后会死 那时也会和武道在一起 武道在公园碰到了女友的弟弟菊之人 武道想起十年后的事故 非常认真地告诉之人 自己是从十年后穿越回来的 一定要保护好姐姐 避开十年后的七月一日的那场车祸 自己十年后的今天也会死 所以才穿越回来 武道说得非常认真 要职人一定要相信自己说的 说完和直男一握手 武道又穿越回到了十年之后 醒来的武道确认自己还活着 原来是职人救了自己 现在是2020年7月2日 原来职人当初真的相信了十年前的武道 成功地活了下来 还当上了刑警 并且成功地救下了掉入铁轨的武道 可是姐姐日向还是没能躲过这一劫 职人一直都在调查东京万会的事情 现在的万会已经是东京最大的黑帮 抢劫杀人 倒卖面粉无恶不作 警察也一直没能找到犯罪证据 根据职人的资料来看 十年前的万会还只是个小帮派而已 但万会的会长佐野万次郎 和现在的副会长铁太就是在十年前相识的 两人一路将万会打造成了东京第一黑帮 职人带武道回家 就是想让武道再次穿越回到十年前 阻止这两个人走到一起 穿越的方法就是职人和武道握手 因为职人十年前和武道握手后 就发现当时的武道变了个人一样 武道开始是拒绝的 他不想回到过去再经历一次失败 就像前面遇到青匠一样 什么也改变不了 职人告诉武道 我现在还活着就证明可以改变过去 希望武道下次回来的时候 姐姐日向也能活下来 想起了初恋日向 武道同意再次回到过去 回到十年前七月七号 青匠正在组织打架赌博 看到好友敦正在向着青匠走去 武道回忆起敦是要去偷袭青匠 马上冲过去阻止了敦 敦很意外为什么武道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 武道想起了自己回来的任务 竟然在这里公然挑战青匠单挑 如果自己赢了就带自己去见万会的会长 昨夜万次郎 青匠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 将武道按在地上摩擦 想起日向约定的十年以后也要在一起 武道就是不认输 一次又一次的站了起来 青匠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想用球棒终结掉武道 此时会长万次郎和副会长龙坚叫停了青匠 觉得青匠不守规矩 打架已经占了上风还想用武器 私下组织赌博更是坏了万会的名声 万次郎教训了青匠 见武道虽然打架不怎么样 但至少还像个男人 愿意和武道做个朋友 晚上和日向在天台看烟花 趁机跟日向表白 回头一看自己牵手的却是职人 一下子又回到了十年后 职人根据武道穿越的时间和规律 总结出武道每次穿越回去 都是十年前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 每次在那边待了多久 这边就会睡多久 知道武道已经和万次郎成了朋友 职人要求武道下次回去直接杀掉万次郎 这样万次郎和铁钛的命运就改变了 姐姐就能活下来 再次穿越到十年前 万次郎和龙坚直接来到武道的学校 带武道出去玩 两个人解决了一帮不良少年 武道心想 这哪里是自己能够杀掉的人啊 日向知道武道被人带走 马上赶来阻止 一上来就给万次郎一个巴掌 龙坚正想发难日向 武道马上站在了日向前面 表示谁也不可以动日向 这让万次郎和龙坚对武道更有好感 日向这才明白他们是武道的朋友 万次郎当武道是朋友 告诉武道 万会的存在是为了彼此 打架厉害的人很多 但是为了信念谁都可以上战场 武道觉得万次郎和龙坚都是好人 不知道为什么十年后会成为东京第一黑包 晚上带着武道财家大会 每个人都有会服 身份都在衣服上写着 看来万会已经小有规模 因为之前组织赌博 龙坚一来就将轻将逐出万会 原来今天的会 是因为有兄弟被爱主会的人欺负了 连女人也不放过 万次郎决定与其开战 约定十三日就是决战日 回到十年后 武道告诉职人万次郎是个好人 职人却只想就姐姐不听武道的劝说 武道不知道这十年万次郎经历了什么 希望职人带自己去见一下万次郎 可是职人也没有办法 武道看到了电脑里的资料 敦也成为了万会的骨干 职人却说敦之前应该没有加入万会 之前因为杀死了青将被捕了 武道之前回去阻止了敦杀青将 两人这才发现 过去又被改变了 武道想找敦了解万次郎的情况 来到敦的夜总会 而敦也在这里等着武道 两人到天台酗酒 敦突然告诉武道是自己推武道下月台的 敦一直受铁钛的控制 是铁钛命令敦去杀了武道 也看见职人救了他 武道不敢相信当初那个最好的朋友 是想杀掉自己的凶手 敦告诉武道龙坚死后万次郎就变了 万会就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在的样子 在职人这里了解到 龙坚是在7月13日打架的时候 被人捅伤腹部致死的 因为罪犯是未成年人 所以名字并未公开 武道认为只要龙坚不死 万次郎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自己要再回去改变龙坚的命运 虽然自己是个废物 但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是做不做的问题 职人看到这么积极的武道 一激动不小心握住了武道的手 没有详细信息的情况 武道又穿越到了10年前 武道再次见到好友敦 非常高兴 并鼓励敦以后一定可以完成梦想 做理发师 武道本想找到职人 回到未来查一下到底是谁杀了龙坚 日向却说职人已经去夏威夷了 还意外得知明天就是13日 万会和爱主的决战日 现在来不及去找职人了 马上找到万次郎想阻止这次决战 武道不知道怎么跟万次郎解释 其他人也不同意取消决斗 而且爱主会的人已经提前赶来了 爱主会的人提前偷袭很卑鄙 虽然对方人很多 但是龙坚和万次郎 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小弟站立不及 败下阵来 万次郎上前 一招将对方会长击倒 震慑住所有爱主会的人 对方会长突然偷袭 龙坚用手挡住 并且再次将其击倒 武道觉得已经改变了龙坚的命运 万次郎也不会黑化 日向十年后也不会死了 13日赶去和日向约会 正庆幸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武道却看到了加入爱主会的青将 原来爱主会没有放弃今天的决战 还掉虎离山 偷袭龙坚一个人 铁态让青将在龙坚不行的时候 偷袭龙坚 给其致命一击 武道被爱主会的人发现 没有机会去通知万次郎 日向找到被绑起来的武道 此时的武道觉得自己很没用 没有改变龙坚的命运 日向告诉武道 你很强 虽然你不是龙坚 不是万次郎 但你却是那个在乎别人的人 武道重新振作起来 自己虽然是个不争气的人 也要保护日向 等了很久的万次郎觉得不对劲 马上带人去找龙坚 龙坚虽然战力超群 奈何对方人数太多 累也要累趴下 万次郎此时赶到 万会虽然人数没有爱主人多 但是士气高涨 两方打得是难解难分 武道也赶到了现场 却来不及阻止轻将的偷袭 眼巴巴看着龙坚倒下 武道见龙坚还有救 想找人帮忙 万次郎却分身乏术 只好拜托武道将龙坚带去医院 在门口被爱主会拦住去路 关键时刻蹲待人赶到 为武道打开去路 可谁料轻将 还在路上埋伏 这是要龙坚的命啊 龙坚清楚武道不是轻将的对手 让他自己走 武道却让龙坚休息 自己要和青将来结束这一切 青将把武道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武道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 为了龙坚 为了日向 自己不可以倒下 要改变自己失败的人生 武道终于爆发 一个锁喉终结了青将 万次郎大战之后 也带着众人赶到医院 龙坚即时因为即时送到了医院 保住了性命 武道看到了为龙坚落泪的万次郎 回到十年后 武道只想知道日向是否还活着 一路奔跑赶往知人家 敦已经成为了梦想的理发师 万次郎脖子上龙肩的纹身也消失了 武道再次来到知人的家敲门 开门的却是日向 电影到此结束 《东京复仇者》是同名漫画改编的电影 剧中的人物还原还算到位 相信看过动漫的朋友一定很满足 这简直就是日版的蝴蝶效应 但是比较乐观 结局的时候 武道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而美版的蝴蝶效应 主角每次穿越改变过去 得到的结果都很坏 一次不如一次 主角最后穿越到自己出生之前 将自己杀死